中华海财经网站11月12日的收市广播 今天行新指数来到星期五 走势来说是靠得稳的 早段来说是上升 中段升幅收窄 收市卖单价仍有大概80点的升幅 报25328点 成交方面1353亿 上升的股份有700多个 铁股份也有800多个 今天大市来说是个别发展 周末期之前来说 投资者不敢再大谷入市 也要先看好一些 再加上前两天 内房股也急升了一转 短线、憧憬再放宽内房的消息 情况来说也要先观望一下 所以大市来说是反复 今天行指来说 这些重磅股也是交到公货的 看一看 腾讯今天升了1.6% 保释885元 3690美团升2.6% 9618京东升5% 网易也升4.6% 另外阿里巴巴相对弱 跌了0.5% 因为天猫71节的时候 增长来说比过去少了很多 虽然有增长 但仍然只有8% GME的成交 所以市场都看到 二选一平台的措施 取消了之后 对于龙头阿里巴巴的销售来说 增长来说出现了放缓的情况 所以来说 反而是 你越好 你越好 也很易线 但反而龙头相对来说 饼子可能被人分薄了些少 在这个情况下 股价来说 就跑输了大市 OK 除了中概股比较好之外 另外今天有个版块特别要提的 就是香烟股 今天来说 电子烟股下 CMOE今天急升了14% 报39.5% 其他有关香烟股份都升 中烟香港升5% 3318 中国波顿升2成 多报3.02 另外336 华宝国 就是升11.8% 市场就可能是 憧憬外国方面 对于电子烟的接受程度 是有利益开放 因为在较早前的时间 英国方面都说 把电子烟都纳入 这个是 处方炸药 里头的一个 医生开 处方的用品 所以来说 市场都憧憬 电子烟在欧美国家 都不单止成为 一个可以吸食的用途 甚至医疗用途 都有机会被 立入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 电子烟今天是炒了一转 能不能够炒上去 这个就拭目以待 因为始终 这个板块来说 相对比较反复一些 另外来说 今天来说 就是 电动车股 小鹏来说 升了10% 補了194.6% 看回走势来说 就破了顶 但是来说 这个只不过是 香港上市的一个顶部 但是对美国上市来说 都未去到顶部 仍然一段距离 但是 看到近来的车股走势来说 随着Tesla 和在美国上市 例如是Vivian 连续上升 上市 都连续大升 都带动到整个板块的气氛 所以来说 电动车股在美国 就炒得很厉害 而港股来说 今天小鹏就做了10 升了10% 理想都升 但是升幅就相对失息 即是2.5% 龙头比亚迪 暂时没什么动 今天跌回0.5% 最后再说一说 半身股方面 微创机械人都很厉害 自从首日上市 早段潜水之后 一直直标 今天再升了10% 61.7% 除此之外 淡仔 今天稍后公布业绩 留意盘整了几天之后 会不会有机会 业绩之后再被人炒上去 如果真的穿到 3.78% 早前的高位 应该上4元 的机会比较大 但是要下个星期 回来 看看情况才知道 好 暂时 大市的情况 是这么多 恒指目前 24,500 看到有一个支持 能不能够做到第二个 应该再观望 但是暂时走势 不是太差 起码没有再跌下去 但是 板块来说 就个别流炒了 今天的收市分析 暂时就这么多了 祝大家有愉快周末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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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